他来了 他来了 他接到稿子就来了 大家好 我是小强 勇士两名球员感染新冠在北京时间12月2日 勇士队总经理鲍博·麦尔斯在媒体访问日透露了一个坏消息 他表示球队中有两位成员被确诊 这两人的身份并没有公开 球队的第一次正是和训会推迟到12月8日 除这两人以外的球员 训练时间不变 球迷们纷纷都在猜测这两位被确诊的球员是谁 不过斯蒂芬·库里是第一个被排除的 因为库里在一周前就已经在勇士队训练馆进行训练 假如他被确诊了 是不能使用公共训练馆的 值得一提的是 12月8日的球队和训日库里也现身了 一小时前勇士官方IG晒出了库里在球馆训练的图片 在12月8日 勇士全队的和训后主帅史蒂芙·库尔接受了媒体的访问 克尔在采访中表示 球队的新秀詹姆斯·怀斯曼与前锋德雷·蒙德格林 没有参与球队的和训 克尔说道 我不能对此做出任何的评论 我不被允许谈论此事 联盟规定 这有点不好办 你们可以自己去推理 克尔还提到了媒体 在传追梦怀斯曼 是因为病毒检测呈阳性 才缺席训练 他说道 你们可以自己去琢磨 TS 根据联盟的规定 球队管理层 教练组不能透露被确诊球员的身份信息 随后NBA记者尼克·菲尔德还在推特上报道 克尔表示德雷·蒙德格林一直都没有参与训练 但他只要跟球队开始和训一切都会好起来 克尔也提到 詹姆斯·怀斯曼今天也没有练习 自己不允许对此发表进一步的评论 自己也知道他不参与和训很棘手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克尔透露哪些球员 确诊是违反联盟协议的 最后克尔在新闻发布会再次提醒人们 NBA本赛季将加大这种处罚 他们不能透露是谁 可能或可能没有检测出呈阳性 我现在只能告诉大家 追梦与怀斯曼没有参与和训 现场的新闻发布会访谈现场 一度十分尴尬 这已经很明显了 克尔因为规定是不会透露追梦 与怀斯曼是否确诊 但这两人的确缺席了训练 这对于勇士来说也是不利的 两个核心成员没有参与和训战术 与体系也跑不开 一旦是他们确诊勇士 新赛季有些难了 文言小白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